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假装暑教逃过一劫 宋朝人宗时期 华州有个名叫李明的陆奇人 因为赶夜陆十减十一张牛皮 不料想竟因此惹出了诸多祸事 何谓陆奇人 这是那时候对流动艺人的一种称呼 李明擅长口技 然不会创新 唯有苦练 终究入不了娃子 虽然入不得娃子 进不了勾来 但他也算是有一技之长 一张嘴善于学习 模仿飞琴走兽倒也为妙为孝 由于一直奔波于路上 李明二十七岁尚未娶妻 他也乐得如此逍遥 对娶妻之事并不上心 但这一年冬天 他赶路时因为一时好奇而惹出大祸 因为此祸竟然娶到妻子 同时又因为娶妻惹来连环祸事 而这一切皆由一张牛皮引起 赶路时李明捡物惹大祸原外绑人 李明并不是懒人 而且此人生性大方 他之所以积攒不下钱财 除了自己花费 他还爱接纪人 平时嘻嘻哈哈 和村里人打成一片 然而他挣的是开口钱 找地方表演 挣多少钱靠别人心情 挣的不多 花费不小 上哪里积攒钱去 李明也知道自己的技术 只能在乡间表演 上不了真正的台面 故都是在华州四周活动 而且他没有入别人的班子 就自己一个人 到了地方 随便拉出一块地方 站着就表演 一直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 这一年冬天 他外出一个月 转优了好几个地方 眼看马上要过年 他开始向家里回转 合计着年前休息一阵 过完年再出来赚钱 他一年有多半年 时间是在路上 对赶路这众是不发怯 而且此人颇为大胆 住店的时间不多 多在外面随便找地方凑合 这一天 他行至一个叫柳庄村的地方 天色渐黑 且天寒地冻 如果再向前赶 不知道多少里 才会再有村子 此时不比夏天 可以随便找个街赶 堆堆复夜晚 如此寒冷的天 他必须地找个被风温暖的地方休息 边想着这些 他进入柳庄村 本意是寻找个人家 说几句好话 不行多少处两个铜板 向村里人讨口吃的在住下 可刚进村子 就发现村口有处破院子 破院子没有院门 里面荒草丛生 院中生长着几棵歪脖子树 枯枝落在荒草中 到处都是 这里有屋子可以被封 有枯枝可以点火 后背上被有干粮 何必再去村里花钱找地方住 不如就在这破院中住下 可以不用求人 大步走进院子 弯腰捡食了一些枯枝 抱到屋里后 又从外面扯了一把枯草 萤火点着 坐在火堆边啃了一阵干粮 吃饱后便在火堆边合一而卧 呼呼大睡 睡到半夜 火完全熄灭 冷得他翻来覆去睡不着 在天柴又不想动 正处于迷糊状态时 突然听到外面传出一阵嘀咕声 就好似有人在争执 深更半夜 而且还这么寒冷 为何会有人嘀咕 难不成是盗贼 他睡意全无 知其耳朵听 却没感动地方 前面就说过 他一年终得有多半年在外面跑动 明白有些事不能好奇 就算是窃贼 看了不如不看 万一惹出祸事也是白倒霉 不料外面的嘀咕声越来越近 争执之人竟进入了破院 曹家店离这里太近 应该去白庄 曹振坤 你是害怕被他们找到吧 既然你胆子这么小 就去白庄 但你们又不同意少分 什么便宜都让你们兄弟占了 白镜 别忘了这是谁的主意 你这么说是想散伙 外面的争执生极小 可颇为激烈 一听他们所谈便不是正经事 屋里的李明顿声紧张 火已经全灭 倒不至于被外面的人看到光亮 可万一他们进来发现自己 会不会认为自己窥见了他们的秘密 而对自己不利 正在此时 院里突然传出一阵老鼠 滋滋叫声 外面的争执声停顿下来 有两人声音颤抖急切说道 天哪 这里竟然有耗子 赶紧离开 先离开再说 随即就有脚步声渐行渐远 李明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从窗户向外面一看 发现有三个黑乎乎的影子走向村外 带到完全没有了动静 他翻了个身又迷糊睡着 天快亮时 他被冻得突然醒来 此三人也不知道在村里干了什么坏事 自己在此处歇息 万一到了早日 村里人看到自己 会不会将坏事安在自己头上 到时候自己浑身是嘴也不说不清 此地不宜久留 得赶紧离开 他提着自己东西出破院就走 不料刚到路边 发现一张牛皮扔在草丛中 他暗暗吃惊 这磨一张牛皮 肯定是有人偷杀了牛 要知道杀牛可是犯法 牛皮珍贵 能吃能卖 什么人竟舍得扔下 左右看了看 也看不到有人来往 他过去想把牛皮卷起来 带走 可是这牛皮被冻得坚硬 根本无法卷起 费力将牛皮折起 用一团枯草包裹岩石抱在怀里 再次上路而去 这真是运气好了 挡都挡不住 大早上捡到一张牛皮 回去可以过个好年 郑开心向前走 呼听后面传出嘈杂声音 还有人的吆喝声 转头一看 发现有一群人正向他奔来 大多是不行 有一个骑着头螺子 他赶紧站在路边 想等这帮人过去再赶路 不料这些人到了他身边后停下 不住打量他和抱着的东西 抱的是什么 骑在螺子上的人问话 他赶紧堆起笑回答 没石膜 我就是各国路人 这人从螺子上一跃而下 伸手抓向枯草 里面的牛皮露了出来 此人面色一变 接着勃然大怒 他身边的人更是一拥而上 二话不说捆绑了李明 带着他回村 李明暗暗叫苦 却并没有太过害怕 看这帮人的驾驶 再想想昨晚三个人的交谈 这牛皮应该是那三个人所偷 却不知为何抛在了路旁 让自己给捡到 自己不是盗贼 只是捡时 到了村里 跟他们说明白 他们自然会放了自己 那帮人将他带至一处大宅子里 里面有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在等候 一看到牛皮脸色 就变得非常难看 两眼死死盯着他 彭扶要把他身上戳出个窟窿 带他进屋 中年人话音刚落 就有人将李明推进了屋中 而中年人紧随其后 并且重重关上门 屋里只剩下他和李明 中年人仍然不住打量 看得李明心中发毛 正欲说明情况时 中年人突然开口 你们把我家儒儿带到了哪里 李明听得瞠目结舌 隐误会李明救人 脱险后圆外许七 李明本意为对方要问牛皮的事 没料到对方张嘴问什么儒儿 谁是儒儿 他嘴里的你们又是谁 这里面怕是有什么误会 中年人见他不说话 又因沉着脸说道 儒儿苦命 受不得惊吓 你赶紧说出来 我可以不追究 李明摆手说道 你在说什么 在下就是各国路人 在路边捡到这张牛皮而已 至于你说的什么儒儿 我确实不知 中年人脸色更加阴沉 李明突然想到昨晚那三个黑影的对话 他晃了晃脑袋说道 等会儿 等会儿 你可否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两酒后 中年人开始说 李明越听越是惊奇 此中年人姓柳 人称柳元外 膝下有一女换作柳如儿 柳如儿幼年受过惊吓 静置诗语 从七岁起再没有说过一句话 虽然女儿诗语 可柳元外是若珍宝 由于诗语 柳如儿不容易嫁人 柳元外也不愿意女儿 因为诗语之事随便嫁人 一拖再拖 如今柳如儿已二十四岁 竟还带自归中 前几天 柳元外家中一头牛生病 寻思过后 他决定将这头牛杀掉 可又不敢明着杀 因为杀羹牛是不允许的 只能偷偷杀 不料就在昨天晚上 家中牛皮突然丢失 和牛皮一起丢失的 还有失语的柳如儿 清早起来 柳元外得知女儿不羡 赶紧让家里人去路上寻找 恰好碰到李明 用枯草抱着牛皮行走 牛皮和柳如儿一起丢失 人家当然以为他 就是偷牛皮和绑人之贼 故会把他带来 看柳元外的意思 他肯定也有苦衷 要不然抓到自己的第一时间 就会送官 柳元外的却有苦衷 杀牛乃是偷杀 他不想惹出别的事来 只能哀求李明放人 问题是 李明只是捡到牛皮 又谈何放人 柳元外见他一言不发 脸色也变得越来越难看 我是偷杀了牛 可你是绑人 谁的罪重 实在不行就报官 李明之所以不说话 他是在回忆昨晚的事 按照柳元外所说 人和牛皮都是昨晚丢失的 而自己是今天早上捡到牛皮 昨晚自己还听到几个人嘀咕 他们提到了人的名字和村名 他要把人名和村名想起来 柳元外令爱丢失 我确实不知 因为在下只是过路 并且在村边破院歇息了一晚 如若不信 可以去破院中看 还有我燃火取暖痕迹 早上御药赶路 见路边扔着牛皮 贪便宜就捡了起来 怕被人看到 用枯草包裹 不料被大家误会 柳元外可以想一下 假如真是在下伙同 别人偷牛皮和绑人 为何不早早离开 在路上等着你们抓吗 柳元外听后呆呆愣住 感觉他说的有道理 可心里又不甘 就让人去破院中看 去的人回来说 却有枯枝燃尽的痕迹 柳元外不觉落下泪来 贼人绑如尔 肯定有所图 但如此之事 女儿肯定凶多吉少 既然敢绑人 说明是穷凶极恶之徒 就算自己给钱 对方也不一定能真放人 这可如何是好 此时 李明已经完全记起昨晚的事 也想起了村民和人民 只是他并没有说出来 柳元外爱声叹气 满面愁容放了他 让他赶紧回家去 出了柳庄村 他越想越觉得柳元外可怜 昨晚那些人交谈 提到了两个村子 分别是曹家殿和白庄 还分别提到了两个人名 分别是曹振坤和白静 当时他们说曹家殿离此太近 所以要去白庄 此时想想 他们应该就是带着柳如尔 去了白庄 想到这里 他向人打听了一下白庄所在方向 大步而去 进入白庄后 发现这是个并不大的村子 他本是个到处流动的陆其人 进入村子倒也不稀奇 莫人过多在意 他向几个小孩子打听村里 有没有叫白静的 村里孩子告诉了白静家所在 他慢慢到了白静家门前 假装表演 向里面偷偷观察 白静家没有院墙 仅有两间矮房 一个人站在窗前正向外看他 另一间房门则被锁住 他的表演很快就吸引了村中孩童 他也却实惠口气 里面看着他的人似乎打消了一律 再没有看他 李明边表演边思考 这就是白静家 站在窗前看自己的汉子 肯定就是白静 如果他在家里藏了柳儒儿 不可能藏在他所住的屋子中 那么便是在洛索的那间屋子 这屋子有窗户 假如白静不在家 自己完全可以破窗而入境去救人 可现在有人 他干着急没有办法 一直拖到了半下午 屋里的白静突然出来 急匆匆而去 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见白静离开 李明停下表演 众孩童见状顿觉无趣 陆续离开 看周边在默认 他赶紧到了洛索的门前 顺着门缝向李看 里面黑乎乎的 什么也看不到 他又到窗户边上推 没想到窗户应声而开 里面地上坐着个全身被捆绑的姑娘 正用惊恐的目光看着他 他跳窗而入 把姑娘身上绳子解开后 带他越过窗子 然后就赶紧出村 李明想得明白 这白静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但极有可能随时回来 自己不能从来时的路上再回去 万一在半路撞上白静和同伙就得糟糕 但他是路过此处 根本不熟悉这附近的路 只知道走向相反方向 先远离白庄再说 出村后走了一阵 姑娘却再走不动 他受了惊吓 同时也不知道李明是什么人 腿软无力 李明十分焦急 此时天已经傍晚 索性弯腰背起了姑娘走进了荒地中 姑娘在他后背一直打他 他说道 姑娘可是柳如儿 我是救你的 你别再打我 说完他就苦笑 柳元外说过 他这女儿从小失语 估计也听不到 自己说起不是白说 没料到后背上的柳如儿却不再打他 他惊讶万分 就又说道 在下只是各过路人 根本不熟悉这边的路 你要知道就指路 可柳如儿一点反应也没有 庞福又听不到了一样 不用说 他也不知道路 人家一个大闺女 平时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如何能识得路 正在此时 他看到后面远远有人过来 看方向就是从白庄而出 左右打量后 他带着柳如儿藏身在了路边草丛中 过来的人是两个汉子 一个正是白镜 两人边跑边喊着 追追 很快走远 李明看对方向前跑 马上又背着柳如儿倒转而回 从白庄村边溜过去 顺着原路向柳庄村而去 虽然他外出行 一多数时间都在赶路 而且基本都是不行 对于赶路还算有耐力 可此时候背上背负着柳如儿 并且是长时间赶路 等到了柳庄村边时 天已经黑了好久 他也累得再抬不起腿 将柳如儿放下后 自己扶着腿带着他进村 尚没到柳园外家门前 就见村里聚集了不少人 一看到和他互相搀扶而行的柳如儿 这些人都非常震惊 不知所措看着他们 还有人飞速跑向柳园外家报信 柳园外带着人赶来 看到柳如儿后赶紧抱在怀里 柳如儿这时候才流下泪来 并且全身颤抖 显然是吓坏了 柳园外脸上全是懊悔 赶紧让人带着李明进家 进入家中后 柳园外让人送女儿回归房 自己坐在李明面前不住搓手 显得懊恼异常 李明感觉奇怪 女儿已经回家 他这满面懊悔却是所谓何事 难道他不想让女儿回来 柳园外懊悔的当然不是女儿回来 他看女儿平安 不知道多感激李明呢 之所以懊悔 是因为他儿子将此事告诉了村里人 他感觉丢了面子 更加感觉自己有可能毁了女儿名声 这便是他一直懊悔的原因 懊悔中园外许七 回家后雅七说话 原来柳园外已经收到了歹徒勒索 要柳园外拿出银子熟人 柳园外的想法是不声张 先出了银子 把女儿救回来再说 可儿子认为这是歹人的遗迹 就算给了银子也不会放人 所以他们要找人在歹人取银子时便抓住 这样才能救妹妹 柳园外一听也有道理 就同意了儿子想法 他们发动起了村里人 柳园外这边也准备好了银子 尚未出发 李明却带着柳如儿回到了柳庄村 如此 柳园外将面临两个问题 一个是村里人已经知道女儿被人绑走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然后就是村民们亲眼看到李明和柳如儿相互搀扶而来 他们有没有什么关系 对于柳园外来说 名声大于一切 如果自己没有声张出去 大家都不知道 而李明带着女儿回来 事情就完美解决 现在弄得不可收拾 可如何是好 李明并不知道柳园外在懊悔这些 既然人已经被自己带回来 他也该回家了 他正欲告别柳园外却不让他走 因为柳园外要知道是谁绑走了女儿 事情都已经成了这样 他要让这些歹人付出代价 李明也不隐瞒 将白敬他们的名字说出 柳园外马上派人去抓人 不料去的人扑了个空 不管是白庄的白敬 还是曹家殿的曹振坤都已经潜逃 其实想想也并不奇怪 他们发现白敬家的柳如尔被人救人 追而不得的情况下 知道事情已经败露 当然会选择逃跑 歹人莫抓到 柳园外很是生气 发动人寻找了几天也没有结果 白敬三人随便躲个地方 他们想找怕也不容易 这几天中 柳园外打听了李明的情况 得知李明尚未婚配后 他心中有了主意 对于柳园外来说 女儿名声实际上已经受损 不如将他远远嫁出去 这李明是他的救命恩人 人品还行 如果两相同意 倒不是为美事一件 李明目瞪口呆 还有这等好事 搭救柳如儿时匆忙 他还是看出人家长得漂亮 且家中富裕 虽然失语 可要是放出话去 肯定不愁嫁 这柳园外竟想把女儿许配给自己 他并不知道柳园外的心中所想 另外他也知道 人家柳如儿只是被绑 歹人并没有对他做别的事 所以一口答应下来 但同时心中忐忑 自己答应下来倒是容易 人家柳如儿能答应吗 让他万万莫想到的是 柳如儿竟也同意 这让他摸不着头脑 稀里糊涂就可以娶媳妇了 人世间的事真是奇妙 实际上柳如儿的担心比父亲还多 他被人绑走一夜 那些人倒是没有怎么自己 可别人会怎么想 且自己被李明背负行路很久 自己嫁给别人 肯定会受人闲话 嫁给他的话 就此远离家中 别人想说闲话也不能 最重要的是 李明跟自己毫不认识而搭救 说明人品不错 虽然只是各路其人 但人品已经是最大的得分项 柳如儿诗语 人却冰雪聪明 为了自己的名声和家里的名声 加上李明的人品 他为石膜不答应 就这样 李明本来要回家过年 却在半路剪了张牛皮 因此被柳园外误会 他用自己偷听来的话找到地方 救了柳如儿 却因差阳错有了妻子 如此戏剧性的经历 倒是非常少见 柳园外在自己家请了亲戚朋友 又派人送李明和柳如儿回华州 人家柳园外不是小气人 且非常疼爱女儿 陪嫁了很多东西 到了华州 李明的亲戚朋友都惊呆了 他在外面不仅娶了妻子 还获得如此多的陪嫁 新娘子年轻漂亮 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 李明父母当然非常高兴 趁着人家柳如儿家送的人还在 为两人举办了完婚仪式 孤独二十多年的李明 从此就成为了有媳妇的人 完婚后就是过年 一家人开开心心 柳如儿虽然不语 却极为贤惠 李明父母别提多满意 李明也非常知足 一家人如此高兴 却不知一桩大货正在悄悄逼近 以往过了年后 李明总是早早出去 趁着过年大家高兴能多挣一些钱 可今年新婚 家有娇妻 她迟迟没有出去 一直到了正月二十 正月二十一这天 她被朋友拉去吃酒 结束后已经入夜 匆匆赶回家中 进家后 现父母屋中黑咕隆咚 可能是已经睡下 她正欲奔向自己房间 就听里面的柳如儿 突然模糊不清喊了一声 追 外面的李明脸上现出一货表情 柳如儿一直失语 据岳父说 她是小时候受到惊吓后再不说话 但李明却确定她能听到声音 因为就她时 她能听懂自己说的话 所以自己进入院子 应该是被她听到了 但她在屋里喊追又是什么意思 正在这时 李明突然想到一件可怕的事 她没推门 张嘴学了几声老鼠叫 她本身就是各口记录其人 从嘴里发现老鼠的 滋滋叫一点也不难 刚叫两声 就听屋里传出响动 还有人低声说话的声音 李明没有犹豫 嘴里学着老鼠叫推开了门 屋里共有四个人 两个汉子在墙角缩成一团 白净站在他们身边不知错 柳如儿则全身捆绑 被扔在地上 她进屋弯腰抱起了柳如儿 反身退到屋外 并且大喊救命 她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传出很远 邻居们很快赶来 白净在不管屋里两人 自己窜出来就欲逃跑 却被邻居们锁勤 屋里两人不住颤抖 走路都走不成 更不要说逃跑了 三个人全都被捉 邻居们一头雾水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李明家里会出现三个歹人 他得罪了这些人 李明和柳如儿心中明镜似的 只是他们都没有想过 这三个人竟会跟到华州 如此恶毒之人 不报官还等什么 冰丁过来后 白净三人垂头 丧气交代清楚 事情也真相大白 原来这三人除了白净 另外两人是一对兄弟 分别叫曹振坤和曹振钱 他们三人平时偷鸡摸狗 懒惰成性 且有赌博恶习 三个不是生产之人 还有如此多的恶习 哪里来钱 于是就想到了绑人 他们盯住了柳如儿 之所以选择柳如儿 一是因为他家里富有 二是他失语不会说话 更加容易得手一些 三个人趁夜前入柳家 将柳如儿打婚后 用牛皮包裹着带出来 到了破院中时 他们商量下一步该怎么进行 不料被屋里的李明听到 当时破院里有老鼠叫 吓住了曹家兄弟二人 他们这才没有进屋 李明救了柳如儿 白静和曹振坤追赶 他们当时嘴里喊的就是追 刚才李明进家 屋里的柳如儿听到声音 他已经被白静他们控制 不过白静他们以为他发不出声音 所以没有堵他嘴巴 他在危急时刻喊出了声音 却因为多年不语而模糊不清 外面的李明听到追字 突然想到带着柳如儿逃跑时 追赶的白静他们就是喊的这个字 所以他怀疑白静三个歹人藏在屋中 并且已经控制了柳如儿 再想想在破院里时 他们三人中有两个害怕老鼠叫 于是他就边学老鼠叫边推开了门 他不能独自逃走 屋里有他妻子 如果自己独自逃走 那还算是个男人吗 幸运的是 屋里的曹氏兄弟被老鼠叫生下的 失去行动能力 他这才能趁乱救出柳如儿 另外屋里 李明父母也已经被捆绑病 且堵住嘴巴 白静三人此来是要杀了李明 并且带走柳如儿 以报李明破坏他们好事之仇 没料到柳如儿却报了信 而李明恰好会口计 白静三人偷鸡不成 最终被捉 三人被带走 等待他们的自然会是严惩 而李明和柳如儿成功脱险后 柳如儿慢慢开口说话 和李明生活更加完美 诸位 李明看似极为倒霉 其实极为幸运 他赶路回家 无意间听到歹人讲话 他本不想管闲事 可早上在路上剪了张牛皮 差点被认为是歹人 这看着的却是倒霉 可是 他因为牛皮而知道了柳如儿 更因为无意间听到的话 而救了柳如儿 因此娶了柳如儿 这不是幸运吗 如果不是有这样的事 他怎么可能结识柳如儿还成亲 白静三人逃后不甘心 竟然找到了华州欲报复 柳如儿冰雪聪明提前报信 李明学蜀叫下到曹氏兄弟 而成功逃过危机 如此幸运 怎么能说是倒霉呢 再反观白静三人 不是生产 妄想不劳而获 绑人不成 再生毒计 最终被抓 就由自取 曹氏兄弟两个男人却怕老鼠 也何该他们被抓 真正倒霉的是 他们三个人还差不多 可我们仔细想想 这样的倒霉和幸运 又岂是白来的 不管是幸运还是倒霉 其实都是自己无一间的选择 比如李明 比如白静三人 您觉得呢 你们以后看完这故事 我希望可能给您带来收获 如果您喜欢我分享的内容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您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